行政院在105年12月就合定了 給到國務板園區的實施計畫 這個計畫為期10年 執行到現在是7個年左右 包括了早堂、總辦公室 還有斷野的工廠等等的修復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到旁邊有 這個主力工廠跟得到幾番的工程 然後這裡面很重要的就是剛才 我們資長有講的就是 鐵道直工的勞動無法 當我們在設立一個國務板的時候 它不是冰冰的硬邦邦的一個建築 而是跟我們人的生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從以前的生命結合到現在的生命 我們文化部跟交通部在風力合作下 經過這四年的努力 我曉得在今年9月份 2023台灣文博會的時候正式開放 可是那一天很可惜我沒有來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看 譬如說那一天有10萬人士來參加 表示台北市或者台灣的人 很喜歡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這樣的鐵道國務板 能夠未來能夠越來越好 然後文化的內行 風間的內容脈絡 還有建築細節的美 都能夠一一的展現在大家面前 所以我剛才講到日常生活的鐵移 實際上也就累積了台灣的歷史的脈絡 而這個歷史的脈絡也創造了今天的台灣